星期五有娱乐无穷的环节 我们找到了有投资珠篮作家唐牛 一起和我们分析一下个股的表现 Hello 你好 唐牛 Hidy 你好 你好 今天和我们选择了一只美津集团 它是做纺织服务生意 因为它的股价在3月初开始有移动 一直反反复复向上升 近期大家看纺织股可能会扔上新疆棉花 但似乎它应该和这个消息没什么关系 反而我们看SEIKUS就看到有些移动 因为它分别有3亿股 和2亿7200万股 就和SEIKUS转到这个宇宙金融控股 而两大股东 肖子威和蔡少偉 持股分别正正是3亿股 和2亿7200万股 就和SEIKUS转仓的货 是一样的数目 看下去 转仓活动应该是两个主要股东 这样看应该怎样解读呢 是的 你照称的话都很大机会是 一来 刚才Hidy你所说的 数目是一模一样的 二来就是说 你看到那两口货的数目都很大 只有他们两个的人才有这么大口货 所以一定很大机会都是他们的了 你说至于那些SEIKUS转仓怎么解读呢 我们通常都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原本在nonSEIKUS转到SEIKUS的时候 要么就要押顾借钱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那些股份 大股东可能等钱花 或者什么好 有些资金的调动 把股份就放到证券行里 然后可以借到钱回来 第二个解读就是说 是否有机会卖盘呢 因为可能就是说 原本不是SEIKUS转到SEIKUS转到 而放到SEIKUS转到那间的金融公司 或者证券行 就可能正正是帮他们卖盘的一个捐商 我们通常就看这两个解读 你说股东压股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股东 什么时候有这些财务需要 但是大家看卖盘这个消息 我们由股价那里去看 这个星期其实它的逆市是升了四成多 大家都知道 到这个星期的市况是多么差 它就可以逆市而行 但我们看它其实一月底 说谈卖盘 但是去到二月头就已经说 不谈的了 究竟还在炒卖盘这个消息呢 我想你说 其实是不是炒卖盘呢 我想如果你说从股价那里出发 就应该是炒卖盘的 因为你看到 公司的市值都小小了 亿多 和刚才所说 两个大股东 都拿了差不多七成多货 也都很符合卖盘的条件 我们经常都说 叫做货源龟边 或者大股东的磁波都比较多 你说升得这么快的 都是因为成交疏落 所以就小小钱都踢得起股价了 至于你说 刚才所说的 明明年初 就是月初的时候 说卖盘一个星期就不够了 其实都比较耐人沉迷一点的 我自己看 因为你会看到 我们通常说卖盘 就说是很快 很容易就会继续去谈的 我们看通告的 可能说起码都说几个月 每个月都会更新大家的 那个叫做卖盘的情况 但是看到这间公司的卖盘 很快就拉倒了 就是一月底说卖盘 然后转头就停了牌 然后很快就说 我们不卖了 其实都有点耐人沉迷 还有你看看通告里面 就说不卖盘的原因 都比较特别的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股价波动 那又很奇怪的 如果我们正常人去想 如果你这间公司公布卖盘的话 股价怎样会不波动 但现在竟然用这个结果 就告诉大家不买盘 所以我的结论也是那样 都比较来人沉迷一点 通常买不买盘 我们看股东持股 另一样东西就看下他的本业 做些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都说 这间美军主要做纺绩业务生意 他声称自己男装、女装、童装产品都有 又说自己主要的客户 总部就在美国也有些 欧洲国家的国际服装品牌 大部分的产品仍然都是在美国那边卖的 海外市场为主 我们当解读是这样 但你说看他的业务 中期的业绩 你见到出来的收入仍然要差 你见到收入仍然要跌成三成多 盈利仍然要跌成五成 你再看远一点 去年其实他的亏损扩大 在之前一年就有盈转规 你不见他的生意做得好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没有披露 不知道他的客户是什么客户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业绩这么飘忽呢 都比较差一些 看你怎样看 如果你说看中期的 原来还有钱赚的 你觉得那五十多万算不算是好 我想你说为什么这么差 因为刚才都说了可能比较国际性 以往的如果你说没有疫情的话 可能国际性就OK了 至于你看到他现在国际性的欧美那边 疫情都比较严重 所以都令到公司的打击都挺大 而且我想始终他都不是自己做brand 都是做OEM的时候 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被人压价性都很合理 所以变成了业务都比较差一些 而且你看到业绩都是万零key 说疫情影响了 但是他真的都挺受打击的 因为你看到通过里面提到 他其中有一份的业务 就是做航空公司的制服的 你知道了 航空公司完全都没得飞的时候 哪里有这个需求呢 在制服上面 这件事都吸正了疫情 另一件事就是说他都提到 原来其中一个主要客户 都申请了破产保护的 那没办法了 连客户都破产的时候 又哪里生意呢 所以为何业绩都比较差一些 好了 本业就一样了 但是看完你买盘 大家都会看完你公司的财政状况又如何 如果截至中期为止 你看到他的借贷 就比现金大 都是正借贷公司 你看到财务状况又不算是很好 你盘生意当然就不好了 但是在这样的市况之下 如果你真的说买盘 是不是真的叫到一个好价呢 其实都看回这些数据都挺难叫到一个好价 因为刚才 哈迪好像你所说 正借负债的公司 就是你说扣回手头现金的 原来都还背着两亿多债 那你说市益小 但也没办法了 你市益小 原来这么大债的时候 那你又要加一点这个坏因素上去 那另一件事都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你见到他那个流动资产 其实还要比那个流动负债为少的 那变了我们通常在会计所说 其实他的持续经营都有些困难的 那所以变了你说 是不是这么容易卖到盘呢 都有个问题存在 所以反过来来看 就是你说之前谈卖盘的 究竟是有人欺负盘呢 还是说其实公司是主动想 将整堂生意卖出去呢 那我想 因为始终你刚才所说 就是说持续经营都有困难的时候 那似乎这样看 就反而大股东 是不是真的想急于卖出去就算呢 那你也要找到买家的 那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大家还应不应该卖去卖盘呢 我想如果你说卖卖盘呢 就是刚才我们都说了一轮 就觉得都挺多不好的因素 就是之前说了 一来公司也曾经说过卖盘来结束就捉到的 就是有个坏的先例在这里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我们估计的 就是说Seekers都是转仓 都是估计一下的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卖呢 也不知道的 再加上如果大家有看过报价机 其实那个成交量都非常之低的 那所以变成大家入场的时候 风险都挺大的 那至于你说 唯一一个为什么要卖呢 我想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价格 就高过之前 我们说是倾卖盘那时候的价格 之前倾卖盘最高呢 就炒到上一毛八千六的 那现在说两毛几指 就是说现在的价格 就叫做企稳回到之前的价格 那所以如果 真的要入场卖的话 那你就大家看着一毛八千六了 要穿的话就要走了 那当然了 你问我的话 这些事况 那吃下花生都OK的 好了 那最后同学很快地说一句 看过大事了 现在上去二万八千三 这些水平 那连跌了这么多日子 今天弹了 那稳不稳定呢 都不算太危险了 始终我想 是啊 始终一个超跌反弹 因为之前穿了两万八千二 那么就弹了上来 那大家也要记住 之前跌下来 就还有很多蟹货在上面 所以我相信 尤其是礼拜五 那你不知道礼拜六日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自己的正常的做法 有反弹 就是拨了低位反弹 就先吃下户 有同身门的 就先沽下货 暂时都是从手仓为主 好,謹慎好一点 我们这枝也不介意唐牛 为我们做了分析